往里白跳,往李慧面前一跪,李慧没法打了,当时李慧用手相差,会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将我过意不去, 再兜一伸手,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你们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么,燕路之上,往大家送的银子,多达两千多两呢,就跟那俩借差二一天做午,宋江还剩下一千三四两,他干什么话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一百两银子, 拿出二十两银子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逼情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 一成这银子,就除了智商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豆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国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 那封信在牢成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驴,挑个十北八北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哎呀,好了,县官不如县官呐, 人家那鲜鱼活么烂跳的,有的是,等他们忍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疾侧下,重新上酒,鲜鱼里面呢,做了四碗鲜鱼汤,又做了十六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合,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一场风破,这才告一段落, 真是不打不相识,两个人挨着坐着,还出去平静会,张顺一笑,李逵哥哥,你这拳头可够硬的,可能我后背现在还肿着呢,都要拉倒吧,你给我喝那魂腿也够巧的,到现在我这五脏都没在原来的地方,大伙一瓶都乐了,书说简短, 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热之后,这张顺几乎三天两头去捞成营,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哪, 就没有他哥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就张顺请这仨位,转圈请, 光阴四见,日月如梭就到了七月中旬,哎呦,这江州七月去了,谁拉拉的门了,呼一汗如雨啊, 这一天,这一天宋江在劳城营里什么事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穿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除了劳城营了, 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邮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上去? 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拆拨,下至牢头尽的,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实话,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呢? 官府有什么通知呢?只要有一个设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 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事,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 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多,他两天没露面了,哦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 宋江串扫兴,找这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尽族,大伙儿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拨到啥哪儿去了,又没找到, 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补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 江州城里,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寻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不咸游, 左一处右一处,看着看着,渡达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一百零八栋,青石条的台阶, 上面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九楼,周围树林环抱,苍松翠白,绿柳槐树, 这楼呢,斗拱翘颜,十分壮观,不知道的,其实是一座大庙, 好地方,好地方,好景致,宋江皮袍子,顺着一百丹八栋,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九楼进去, 一看油漆才华,赠名耍亮,可能新收拾的,金币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点,三个大字,熊, 阳,楼,哎呀,宋江信说,闹半天,熊阳楼在这儿,念书的人都说,天下明楼属熊阳啊, 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 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熊阳楼了, 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默客,有资格,有身份的, 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单单的,聚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 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 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哪怕什么, 一进熊阳楼,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 那这儿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 宋江就照镜子喝,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 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 呀,比过去还盼了,宋江前后还照里照,正这时候火气过来了, 可爷,你喝酒吗,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 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 那屋里的,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 红狼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群, 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 用大漆切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 挑衫对联,明人的字画, 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 可是吃饭的人呐,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呐, 到这门口就吓住了, 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 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鸡呢,大宾馆, 你也不敢进去啊,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 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 更吓得不敢进去了, 那古代也是如此啊, 你腰里的金颜带的不够数, 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 宋江则不然呢, 他早就想开了, 我这命是捡的, 活一天,我赚一天, 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 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 吃这么一顿,也值个儿, 活去穿抽过段, 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 过来赶紧擦抹砖, 但是一眼就看出来, 宋江是配军, 两侠带着金颜, 你这晚上真讨厌, 洗洗不下去, 黑黑不下去, 要偏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 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 爱配军不配军, 谁爱看谁就看, 伙计赶紧笑脸相迎, 这位大爷, 你想吃点什么, 把菜单子拿上来, 我点菜, 哎,好了, 伙计平这边还挺内行, 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 宋江看了看, 点了八个菜, 冷昏热素, 煎炒烹打, 另外, 单点的鲜鱼, 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 叫出门倒, 又叫十里透平香, 这酒在瓶里的装着, 你就能闻着香味, 宋江一尝这菜, 得味, 酒也杀口, 好, 花俩钱值个, 今天反正也没事, 吃不, 楼上没几个人, 显得非常肃静, 宋江一边吃着, 一边想心事, 站起身来, 背着手, 平篮圆跳, 脚下白浪滔天, 就是寻阳江, 江面上白帆扁扁, 圆山尽水, 空气宜人, 风景如画, 这丧一催着宋江, 酒劲望着涌, 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 晃晃悠悠, 是新潮澎湃, 想着事太多了, 宋江心说, 我从小没问娘, 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 我宋江年过三十, 功名不就, 一事无成, 我白活了半辈子, 我这么大岁数了, 要家事, 无家事, 要能耐, 没能耐, 相反, 刀伤人命, 刘沛至此, 我老爹为我躺了多少眼泪, 我朋友为我招了多少急, 我是人吗, 呸, 我不够良品, 我白活呀, 宋江啊, 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 在人前一战, 很多人管你叫哥哥, 对你如此尊敬, 尊敬你什么呢, 我是空有七表, 五有七礼, 空有七名, 五有七十, 我狗屁不是我, 我后半辈子怎么办, 我怎么混, 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 越想, 越别扭, 越想, 心里越难受, 他趴在篮杆上, 放生痛哭, 火车上了一看, 这客人哭开了, 也没敢劝, 粘溜溜的, 又退出去了, 这人呢, 该哭的时候, 你得叫他哭, 哭完心痛快, 你要不让他哭, 诶, 堵上了, 非我能出兵来不喝, 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 哎呀, 心不那么沉重了, 出劲儿, 也觉着均匀了, 回到座位上, 接叉喝酒, 有那么句话, 酒入欢庄, 酒入惆怅, 欢乐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喝多点没事, 心里头要别扭, 心情要压抑, 喝酒非出事不可, 再加上, 这十里透平香, 这酒劲儿还大, 宋江喝多了, 就觉着头重脚轻啊, 呼呼的穿粗气, 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往椅子背上一靠, 往墙上看, 那个挑衫也不出色, 对联也挺庸俗, 但是靠着左面粉碧墙, 刷的刷白, 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 那都是文真默刻, 一高兴了, 严实, 作父, 留作个纪念, 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 你要写的好的, 有价值的, 人家就不抹掉, 一般的呢, 隔几天, 人家粉刷一次, 就把你擦下去了, 上头有几处不错的, 字写的也好, 词也不错, 宋江啊, 有学位, 念过经史, 还下过一定的苦功, 宋江一看, 人家都留诗句, 我也别白来, 这次离开, 不定何年何月, 才能再到寻阳楼, 我也做个纪念他, 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 拿纸笔来, 纸来了, 伙计端了个方盘, 把文房四宝望着一放, 宋江摘摘晃晃, 把墨严农把笔告宝, 思索多识, 想打了个草稿, 觉着有几句不妥, 又删改了删改, 念了那么几遍, 觉着差不多了, 他站起来, 把这藏稿撕碎扔了, 脾气扁来, 在粉笔墙上刷刷扁扁, 就写了一首 西江乐词, 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乐, 上面怎么写着呢, 自幼参攻京史, 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蒙虎卧荒秋, 前夫爪牙忍兽, 不幸刺文双霞, 那看佩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寻扬江口, 哎呀, 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 宋江觉得挺得意, 写完了之后, 倒退了几步, 观赏多识, 满意的扁了扁头, 从心归作, 觉着还没过瘾, 又琢磨下半截的词, 哎, 呆了一会儿, 有词了, 这回没用草稿, 脾气比呢, 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 写了四句话, 上写, 心在山东, 身在屋, 飘蓬江海, 漫插虚, 踏实若随宁敦志, 敢笑皇朝, 不丈夫, 落款是运城送江座, 然后投笔越暗, 越看越满意, 越看越高兴, 把剩下的酒是一言二语, 这下河别太短了, 都到什么程度, 给了人家火气, 多少钱, 不清楚, 怎么下的巡洋楼, 怎么回的老成营, 不清楚, 回到他那屋里, 一头扎到床上, 沉沉大睡, 到了第二天, 脑袋还疼, 他告了个假, 没起来, 接茶睡, 到下场, 还不清醒, 巡洋楼上, 他怎么写的诗, 和怎么个来龙去脉, 他都记不清了, 你说喝酒喝这么多, 有什么好处, 要不说酒能误食, 还一些宋江不说, 单说在大江的对岸, 有个镇变, 叫吴维军, 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 这吴维军地方也不小, 住着好几万人口, 可就在这个镇变上, 有个人, 这人姓黄啊, 叫黄文炳, 过去做过六品的通派, 现在是贤侄, 空有其名, 没有丫门口, 再加贤呆, 也就是, 宋江留反师的第二天, 黄文炳, 顺着江边贤留, 就留得到寻阳楼, 登上三楼, 这小子自睁自掩, 喝着酒在这混时光, 站起身来背着手, 闲瞧, 转来转去, 转到粉笔枪支, 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提的诗, 看完之后,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反师, 好大的胆子, 跑到寻阳楼, 来提反师来了, 就冲着写的这首诗, 要不将此人斩首江州, 就得大乱,